第1429集 赛场的人皆动容 一下子将要来两位天纵神王 要知道这两人来头太大了 他们身后的世家都存是超过一载 而各自也都排在当下最强势王内 杨坚何其浩瀚 别说排进前十 就是在各自的进化境界内 排进一万名以内 都会有赫赫威名 引人瞩目 因为这大地上进化族群何其多 数之不过来 许多大族的第一精英弟子 在通境界中 连前十万名内都挤不进去 可想而知竞争多么的激烈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场的人中 彭皇的地位非常的高 这次神王榜换下后 他有可能会冲进前十大内 除非一阵纠结 是否要顿走呢 他还真不想跟李九霄相逢 遇上这位故人 保证会掐起来 都不用多想 可是 这才坐下就要起身逃离 也太明显了 估计会被人立刻砍破 七小弟当真是天资横溢 小小年纪 体内血气如虹 宛若十万蛮王蛰伏 一旦成章起来 必是英雄气概式的男子 一位冠绝十周的年轻女子开口 满头火红的发丝 晶莹而柔顺 自然劈散在胸前与背后 生有一双丹凤眼 固盼神辉 让人一见难忘 她是凤凰仙子 便是她前婢女去请楚风过来一句 此时自然要主动招呼 她看起来双十年华 但真正年龄无人得知 单从众人对她的态度可以看出 其地位不在彭凰之下 这也是一位神王 而且有实力进军前十 通过众人的言谈 楚风已经知道她的身份 凤凰仙子 不仅实力惊人 还是拥有盛名的美女之一 天下女子何其多 在这阳间洪荒大地上 连种族都数不过来 而所谓的丽人 都是根进化层次 才艺 各自领域的名气等挂钩的 不然的话 凡人中的角色谁会注意 首先要从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 让人知晓 其次才会有人关注资荣 真正以色牌位 那就可笑了 楚风很谦逊 在这里得体的应答 跟凤凰仙子愉快地交谈着 凤凰仙子实力极高 场面话也说得漂亮 提及楚风时 说她眉清目秀 气质空灵 年岁 若是与她相近时 必是绝代神王 这个赞誉不可为不高 这世间有几人敢称绝代神王 除非是神王这个层次中的前三甲者 妙天 妙玉 顿时脸色不喜 而泰伍的传人 则是面尘如水 至于小乌鸦则撇嘴 在那里咕弄 这个鸡大德 哪里清晓 这么空领了 分明就是个坑货 缺德带冒烟 妙玉 你多弄什么呢 不就是败给鸡家小弟了吗 做人要大旗 以后都都清静 风凰仙子 瞥了一眼小乌鸦 而楚风也知道了他的名字 一直到他来自名牙一族 血统高贵 族人数量极其稀少 但不弱于不思鸟 哎哟 姐姐 你就别提变黄救世了 你可不知道这个鸡大德 多么的不要脸 等我们一群人 拼的两败俱伤 全都力竭时 他才捏而不留的出场 一举琴下我等 不然的话 这么全都败给他呀 提起这事我就胃疼 由于一脸的便秘之色 提到数年前的事 还觉得心中发堵呢 这次韩楚风过来 就是因为他的建议 原本还想让这位姐姐 帮他出头呢 怎么现在看来 反倒要让他低头 不过 他对这位姐姐 一向是幸福的 直到他眼光过人 手腕高超 虽然不满抱怨 但也不会极力抵触 凤凰仙子趁笑 白了他一眼 说什么怪话 输了就是输了 愿赌服输 我听闻 你在龙窝中 都已经认了 鸡小弟为兄长 以后就喊他小哥哥吧 由于听到后想吐血 能跟鸡大德坐一块喝杯酒 就不错了 还喊什么小哥哥 他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别 这么称呼我的话 浑身不自在 楚风也说道 要是个漂亮的少女 喊他小哥哥也就罢了 可这个白胖子 这么肉麻的话 他还真受不了 他又补充 咱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称呼我名字就行 以后多多亲近 好说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 武成 由于拉过来 太武一脉的传人 笑得很贼 这是注定无法化解怨恨的对象 不说武成在龙窝中 数次追杀楚风 就从最后楚风翻盘 并废掉武成 并且差点将其干掉 这个仇 便很难化解 所以 由于笑得开心 他自己经过凤凰仙子提点 不好意思跟楚风对着干了 但却很想看到 武成跟他掐掐 事实上 他根本不了解内情 楚风注定要与太武一系 死磕到底 根本不在乎是否得罪武成这个人 因此 当看到武成一脸的冷冽 眼中杀意弥漫时 楚风却没什么表示 直接无视此人 转而关注其他人 并交谈起来 当从众人口中了解到彭皇的根脚后 楚风一阵惊叹 深感佩服 彭皇现在有偌大的威名 是神王中的佼佼者 这一次注定要争霸而起 可他的出身居然很普通 体内彭血并不纯净 相对来说 都算不上一头真正的金翅大彭 但是 嘴中他力压诸王 而今 没有人在计较他的血统与出身 都知道他现在进化到不可思议的境地 全凭自己 于平凡中崛起 横扫诸王 他看起来很普通 中等身材 也不算是太英俊 但是一旦发怒 神勇不可挡 金色瞳孔内 规则生灭 秩序演化 同境界至强无匹 一旦他血气外放 其他神王在他面前都要战战兢兢 挡不住那滔天的凶威 会被压制的发倒 听到彭皇兄的过往 我深感佩服 说起来 我的名字当初差点就叫金大彭 我自身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这样看来 跟彭皇也算是缘分 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 远不及你 他话语不多 在这里略显沉闷 但是没人敢小觑 他虽然在全面压制自身 但是模糊节 依旧有淡淡的金色血光 笼罩自身 形成恐怖的护体身环 当然 常人无觉 是看不到的 但是 楚风拥有 灰眼金睛 却可看出 同时 他还能进一步看到 在此人的背后 有一头 骇人的金翅大棚 闭目蛰伏 那时他的法相 还是血气胶着而成 宛若一宗古佛闭目沉眠 庄眼而神圣 已有些恐怖 彭皇兄身上 一定有故事 不然的话 怎么会逆天而上 一路狂飙猛进 从阳间大地上崛起 有些事不算秘密 彭皇兄是一个 有大毅力的人 坚韧不拔 小小年纪时 就敢闯天下绝地 而且还不死 也算是传奇 儒雅的年轻男子 白宇叹道 彭皇年岁很小时 就敢闯进 天下第十一禁地中 意外活了下来 进入火金洞中 得到十几年的凹炼 被那口鼓动 滋养出惊人的肉身 彭皇摇头 无奈之举 他说是因为 遇到寿王追击 迫不得已 逃进那片区域的禁地 才有了后面的结果 但别人不信 认为是他自谦之词 不管怎么说 能在天下文明的火金洞中 熬炼十几年 那就是奇迹 后面的崛起 也就顺理成章了 楚风知道 一些究极道统内 有不朽之地 而顶级世家内 也有造化地 都可以滋养血肉 让核心弟子蜕变 说的小地我也动心了 想去各处境地 碰碰运气 不瞒各位 我的师门 无法为我提供 这种养身之地 楚风 半真半假的说道 并向众人 请教他们 都是怎么 熬脸自身的 凤凰仙子 坦言 我有幸 进入 不死鸟族的 祖脉中 在一石窟中养身 像他这样的名人 其实究竟 有什么根脚等 外界已经传的 差不多了 大多数人都知道 其出身与来历 一位白饭女子说道 我观季节小地 神华内敛 根骨惊人 根本不缺造化地 补充其身潜能 为何这样询问啊 唉 我以前得了一些奇珍物质 但已经挥霍完 现在需要特殊的 鲜枯造化地 来瘟养肉身 他身上的真笼椅 孟婆汤都不多了 而他又不想按部就班的 等到十六七岁 再接触花粉异国 想提前将体魄 熬裂圆满 从而迅速进化 因此 的确很需要火金洞 鲜枯这样的地方 最强的几个世家 以及那些自古不灭的 道统内 自然有这种地方 但不可能对你开放 思来想去 也只有如同彭皇 这样意外进入绝地 去取造化 杨洁 共有一二十处凶土 都有魔力人的庙地 但是 自古至今 进去那么多散修 又有几人 能活着出来呢 彭皇 毕竟只是个例 楚风通过了解 他知道各地 名山大川 也有类似的庙地 造化意足矣 等同禁地 可以滋养己身 他在琢磨 自己懂得场域 是不是应该 选一处名山去挖掘呢 自己闭关时 还能让九幽琪 去找一载岁月的俯师 楚风觉得收获不小 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 许多有价值的消息 谈到花粉 提到异国后 这些人懂得更多 对黑血研究所发布的 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加以点评 楚风频频点头 感觉这次没有白来 因为这些人都是天尊门徒 各自的道统内 早已付出行动 研究特殊的花粉 与果实很多年了 楚风觉得差不多了 想起身告辞 避免跟李九霄相逢 然而 一群人挽留 说天下地失神王 马上就到 应该多与他交流一番 李家乃是最强大 与久远的世家之一 楚风一听 就更加坐不住了 他想 立刻就告辞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